教育局都赞同 增加小朋友每日在户外的活动时间 特别在疫情期间 更主张过在室外上课 的确有学校安排学生大部分时间 在森林到上课 学童享受之余又有避益 潘苗尚报道 疫情下 不少学校会鼓励学生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希望有再减低感染率 李仁惠云安省药客区的Nature School 森林和自然教育学校 学生就几乎全日都失去户外 呼吸新鲜空气 Nature School actually started in Scandinavia and they've become very popular although the pedagogy and the learning and lessons from forest schools can really be attributed to indigenous peoples this is how they live on the land every day 森林学校概念来自北欧 北欧冬天天气 比起加拿大安省更严寒 不过北欧人流传一句说话 没有怀的天气 只有穿错衣服 穿合衣服的话 无论是落雨还是落雪 都可以出去感受大自然 we really want children to be immersed in nature in a repetitive form what that does is it creates a sense of connection for the child and the environment teachers do what's called sit spots so a sit spot is that we go into a forest and we find a special spot and they go to the same place every time and this parent emailed me to say I see such a difference in her she sees such a difference in her child because he comes home and he says mom let's do a quiet sit spot together and he wants to teach her how to sit and be mindful and be aware of the present time 让身心和自然环境连接是森林学学的一项重要体会 班房造是大自然 一草一木都可以是课题 学习并不规限于课本 亦非填鸭式教育 不会叫学生死背书 教学模式是学生主导学习 老师不会规定他们学习的范畴 学生从生活体验和游戏当中探索世界 森林学校的另一个特色是play-based learning 以玩乐为基础的学习方法 玩乐由小朋友主导 同平时在课堂内 以老师为主导 但加入游戏元素的学习方法 绝缘不同 学生遇到问题是 老师从堂协助 老师不需要编写教程 只是有每天的时间表 让学生建立规律 这里一班人数十人 混合级别 由幼稚园K1 到小学三年班不等 正不同年纪的小朋友 放在一起 大的人可以学会照顾小的人 小的人可以向大的学习 有在成长 上学没有考试 也没有分数和成绩表 三年班之后 就离婚一间学校 转头前行学校 学生到时再适应学习模式 虽然教师都得到安上认可资格 但就需要进修森林学校科程 由家长就今年的疫情 而被子女入道 但最主要原因 都是他认同森林学校的教育理念 很多研究都认同 玩乐对小朋友身心发展非常重要 不过学术学习方面就有机会 却不上传统教学了 也不是每个家长都喜欢 这么自由的学习模式 因为现时社会制度下 学生迟早都要适应考试 坐下读书几乎无可避免 不过将读书考试年龄 推到多早 大家可能有不同见解 有家长认为 小朋友有强健的身心灵 会养出求知欲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打好上这些基础 学术方面自然会手到拿来 我常常会疑 但我只想 我应该会在书上写 或是在书上写 但我真的认为 孩子应该在书上写 在某个年纪 所以我们实际上认识 直到7分钟 他们只要在书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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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技术 并将在书上写 并将在书上写 森林学校通常是私校 需要给学费 不提属任何教育局 而多伦多教育局 于2016年 亦开始推行户外游戏学习计划 简称OPPO 现在推广至38间学校 这个初初原本是英国过来的 这个概念是说 小孩因为缺乏足够户外活动的伸展空间 令到情绪受到有些障碍 经过不同的研究 他们发觉 小孩去学习的期间 都需要一些没那么规范性的 当然你有个摇板 每个小孩都可以玩 但是有些活动的物件或方式 可以令到他更加有这个想象力 资料显示 你不论因为用健康 即是用疫情的眼光去看也好 或者用新生股发展的眼光来看 多些户外的活动 都是一件好事 就考虑在会多24间学校 有时 安省教育法只是列明 每做学生 每日至少要有20分钟运动时间 但就没有规定要去室内 还是室外进行 不过 在离户外学习 将会成为新催世 好 今天节目时间又到 下星期再见